你好 我第一名的影片耶 真的嗎 怎麼會巧 今天天氣很好而且不冷 基本上口罩我就是重複用了 對 對對對 你看是不是藏得很好 哈囉 十一點開始 揭曉 沒有飯過 好 這臉嗎 這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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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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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下一個插卡 放十塊 然後口罩 好 謝謝你 好的 完成 很簡單 很簡單 那等於這段時間他都不能做別的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帥喔 我覺得鑰匙很辛苦 因為在換口罩他要看 雖然他叫我們自己擦 可是他也是要弄電腦都不能走開 對 很幸福 十點六分 禮拜六 待會兒十一點半 那個同學立體會冷 今天天氣很好 而且不冷 十一點十二分 OK 我剛剛是陪我老婆 其實其實是一早他問我說要不要吃早餐 我想說今天今天是我丈母娘他們出院 因為我現在沒有車子 所以是我小舅子會開車去處理 那我老婆說要不要去吃早餐 我說好 那就一起出來走路 走路就沒有滑毒輪走路 然後我老婆一直跟我說我告訴你有一家藥局 在中心醫院巷子裡面 對啊那老闆很特別 就是全部自助室他只是在那邊操作電腦 不碰錢不碰口罩 他說他一直要帶我去看 我說喔好 我本來以為不用排 有啦小排了一下 不過那個老闆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規矩的一個鑰匙 那做很久了 老老的 我覺得他應該有七十歲了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鑰匙 很辛苦啦 那有些人會講說當初還不是 他們一直去爭取 本來在超商好好的啊 那變成是藥師 我覺得這個是 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啊 因為你如果要實名字 以目前來講要做到實名字 又有紀錄 除了護證就是藥局 但是護證事務所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啊 其次是什麼就是藥局 藥局的點最多 然後可以刷健保卡 這是不得已的 所以辛苦了這些 嗯 藥師們 那這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買口罩 因為我 我其實今天去買了 動機是想要試看看 不然其實 我們家還有口罩 我們家還有口罩 開始時事以來 兩個禮拜了吧 我第一次領 那領了我也直接交給我老婆 我老婆去分配 像我口罩用得很省 因為 我很清楚 以現階段來講 口罩只是 避免直接接觸 但是 重點還是在於 洗手 你洗手的習慣 基本上口罩我就是重複用 啊有些人說 重複用沒效果 一堆的 OK 那個你們覺得沒效 那我們就常換 你們就常換 我個人的處理方式 我現在還是噴酒精 那有些人說噴酒精會破壞 不織布的表層啊 病毒會穿透啊 我的經驗告訴我 我的知識告訴我 病毒沒有講 他必須要有東西帶 他才會走 例如說風吹啊 或者水啊 唾液啊 接觸 直接接觸啊 才有可能 你在表層的病毒 有可能 跑到里程去嗎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的 我的觀念裡面 是不太可能 好沒關係啊 那個想換 勤換的就勤換 啊你如果不怕死的 就 久一點再換啊 但不管你換不換 洗手很重要 那待會11點半 我那個導演朋友李鼎 他會來 那今天為什麼他會來找我呢 是因為 我昨天有講 待會要去那個門前飲味 1點半 他今天來找我 可能是喝咖啡 因為他看我最近都在練過 喝咖啡 好 等他來 好 現在11點 我以前是高風吹陸續續 我是在口罩的啊 對 可是有人根本沒有那個概念啊 所以很重要就是自己啊 你自己的衛生習慣好不好啊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衛生習慣 是我們閱讀媒體 沒有衛生習慣 我們閱讀方式 越來越不衛生 對 Dyson 我發現我用那麼多支 還是Dyson最好用 但是呢就是Dyson的電池很貴 很快就會耗損掉 也還好耶 你要耗損一下兩三年吧 對啊 我拍這個就是這裡靠上來的時候呢 出來 然後他這邊就會開始 有重量之後 他就會開始計時 他會開始計時 然後你就可以調流速 原則上我希望能夠30秒36克 看來看 你說的 都可以 到這裡 就是 的 好 我來看 睡大便 你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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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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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這是下雨的雞樓